要说现在股市最火的概念 那肯定是非光伏莫属 从港股到A股那涨的是一塌糊涂 今天和大家一起梳理一下光伏全产业链 寻找上游产业链还没有被挖掘的机会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光伏产业链全景图 整个产业链涉及诸多环节 每一个环节都有特色的商务公司把持站位 按照产业链来说 可以分成上游中游下游三个环节 其中上游包括金属硅、多金硅、硅片、银浆、PET筋膜、浮膜等 上游相当于做饭用的米为中游的生产制造 提供原材料支持 中游主要包括焊带、光伏玻璃、电池片、EVA、背板、密封胶、边框、接线盒等 这些主要是为下游的光伏发电提供设备支持 接下来是光伏下游 主要包括支架、逆变器、组件、蓄电池和EPC 最后的成熟环节 这些差不多是整个光伏产业链 上游、中游、下游涉及到的各个环节 注意注意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股市炒作的主要是中游的光伏玻璃概念股 包括周五涨停的金晶、拓日、洛阳等等 都是光伏玻璃概念 但是上游生产用的基膜、光伏生产设备等 还没有爆发 资金的天性就是着力 中游光伏玻璃的肉吃完了 上游的总不能不要了吧 所以我们团队梳理了一份光伏上游产业链名单 需要的朋友可以私信三个六领取 做股票是先手赚后手的钱 希望大家都能占据先手